刘德华为他铺路 陈思成请他宣传电影 梅尼耶到底有多火 2020年3月 梅尼耶靠着一条领带变装视频引爆网络 大家对视频里这个留着寸头 穿着西装的裤背 好感倍增 点燃一副霸道总裁的模样 而一个模仿成龙抛糖的动作 更是引得全网竞将模仿 梅尼耶在一夜之间涨粉400万 从这以后 这个酷似李荣浩的男人在网上彻底走红 还因此开启了全民的变装时代 不仅是各路网红就连陈鹤 海权 郑凯等一众明星 也都纷纷打卡炮团视频 甚至还和刘德华 陈思成等多位大佬合作 梅尼耶原名钟晓成 1998年出生于广东茂名 20岁的时候入住了抖音 而在这之前他其实是一名模特 他会跳一点街舞 在攒了足够的积蓄后开了一家服装店 但由于生意不好 他迫不得已转型做了一个短视频博主 其实梅尼耶在大学期间就学过跳街舞 当过平面模特 因此独特的外形和出色的舞蹈实力 积累了50多万粉丝 而这些粉丝也成为了梅尼耶个人账号的初步粉丝积累 但即使5G再高超 看得久了 粉丝们也会出现审美疲劳 所以当梅尼耶看到自己的粉丝数量增长缓慢后 便有了新的打算 于2020年2月 梅尼耶联合蔡薄欣 黄玉杰 大川三人 共同组合乌龙院美男团 形成了一个网红巨阵 此后几人经常联动 实现了流量共享 短短4个月时间 梅尼耶粉丝数量就突破了千万 就在他越来越火的时候 却因为一个视频遭到了全网的抨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梅尼耶被全国人民记住的 大概就是那个碰碑视频 其实这个视频的本来目的 就是为了凸显梅尼耶面对什么样的人 就该有什么样的态度 可以正能量的内核 但很快 视频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模仿热潮 而且也逐渐变了味 因为视频走红之际正值新春佳节 一开始大家都只是当做娱乐而已 但过了不久 这样的视频却越来越多 其中不乏年龄上小的孩子 要知道 在中国的饭桌上 十分注重碰酒杯的礼仪 所以在家人或者长辈面前 这样做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而梅尼耶作为这场闹剧的始作俑者 自然免不了一场口水战 压力面前 梅尼耶不得不出面回应 调侃这种行为不尊重长辈 顺便解释了一下 原视频动作中的细节内容等等 后来在团队的精心打磨下 梅尼耶也开始改变自己作品的风格 她的视频走向了剧情风 靠着简短紧凑又烧脑的剧情 观众再一次被她的细节打动 于是梅尼耶便有了 全网最细的男人之称 无论案件发生在哪里 她总能抽丝剥解 发现疑点和动机 烧脑的剧情配上带感的BGM 和战术性运镜 再加上结尾的霸气眼神纱 让观众们爱不释手 她也成功凭借着明侦探视频 再登热搜 相关话题的播放量 甚至超过了20亿 2021年 一段由深圳公安联合抖音 千万级网红梅尼耶 合作开展的 儿童安全教育实验视频 在网上爆火 许多网友纷纷点赞支持 对深圳公安和梅尼耶 带来的这场安全教育 表达了感谢 但其实 这并不是梅尼耶 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影响力 来传递正能量 来承担社会责任了 她想表达的东西 从她的作品中就能看得出 比如小女孩捡到一个玩具熊后 想占为己有 梅尼耶就扮成黑脸 教育她物归原主 不要贪小便宜 而在小女孩不开心的时候 她又给她变出了一个 更大的玩具熊 同样是抓娃娃系列视频 那个看起来脏兮兮的小女孩 却有着与外表不符的 正直品德 而那些光鲜亮丽的人 内心却并不美好 而梅尼耶则想通过这个作品 告诉粉丝们 不要以貌取人 心灵美才是最重要的 当她看到路边老奶奶 在卖水果时 就想过去帮忙 本打算只买几斤 就算是坏的也挑进去 但老奶奶非但没有感恩 反而趁她打电话的时候 又多放进去了几个梨 本以为视频到这就算结束了 没想到结局却突然反准 原来那几个梨是老奶奶赠送的 从她的视频中 大家也体会到了 更多的人间真情 梅尼耶在不断传播社会正能量 虽然视频拍摄的简单 但是贵在真实 从一开始的极其无名 到现在的炙手可热 她的成功 与她优质的作品内容 以及正能量的价值观输出 脱不了干系 而她也做到了 通过自己的影响力 将想要表达给观众的思想 蕴含在了作品之中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